的话我们会来讲一个所谓的新闻公告 那什么叫新闻公告呢 其实任何的网站 你只要一进去首页就会看到 这一家公司或者这个企业 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公家单位 他会有一些最新的消息 他会就会有一个新闻公告 那也就是一个网站最主要的一个结构 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这个 那这个新闻公告要怎么去制作 我想我们等一下会用实际的范例 来跟各位做讲解 那里面最重要的包含就是说 已经第八次上课了 所以第一个我想你应该对这个都很熟了 这一个是什么呢 下一个这个Apple server 一定要把它启动起来 第二个就是我们资料库 有web server加这个资料库的server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才有办法去建构后面的东西 这第一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对软体 哪一个软体呢 Dreamweaver这个软体要熟悉 那中国人这个软体 里面我们用到的 基本上就是用PHP的那个语法 所以PHP也许你可以不要很熟啦 但是我觉得至少你要懂得 这个PHP的运作原理 那前面呢我们有带了几个sample 那这些sample呢 其实都非常的关键 比如说呢 我们怎么样把一个资料 从一个网页切换到另外一个网页 怎么样把资料带过去 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 那里面包含就是说有get有post 有没有 get就是UIL上面的那个网址 就是我传一些参数过去 那post的话呢 就是不要让人家看到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将来都会应用在PHP的设计里面 那我们后面直接来看一下这个范例好了 那这个新闻公告的范例里面呢 有哪一些重点 还有就是要怎么样快速的建立 那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啦 那这里面的话 我实际上拿那个完成的画面 给各位看一下 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那首先的话 这个地方 做完的话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说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线上的新闻系统 那这个新闻系统里面的重点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我将来可以点击其中一篇文章 比如说我点第一篇文章 点进去 它可以帮我连进去 看到里面详细的内容 包括什么呢 包括它的什么呢 这个新闻的类别 跟新闻的标题 还有这篇文章 什么时候更新的 那谁去更新的 还有它的所有的内容 那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是放在MySQL资料库里面 所以我是把它捞出来 那再回到上一页 就是我点击的时候呢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资料 绣在详细页面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 这个专案的结构 第一个就是说 当我首页进来的时候 我必须看到里面的什么呢 就是说 里面的条列的表格 那里面当然就是 不是全部的资料 部分资料要绣出来 第二个就是说呢 当我点击其中一笔的话 可以把资料带到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显示里面的详细内容 详细内容 那底下的话当然有个回首页跟上页 就回首页就回到这个地方 那再来就是说呢 将来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呢 更新不是由使用者更新 因为新闻系统部分呢 是一般人进来的话 只能看到里面的内容 那至于就是说呢 谁有权限去更新呢 权限的部分的话呢 必须只有什么呢 管理者 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会有个什么呢 会有个管理界面 那这个管理界面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 是只有知道账号密码的 那个管理者才可以登录 那它有什么权限 跟一般使用的不一样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它可以新增新闻 新增 特别注意新增 第二个它可以修改 比如说呢 里面内容 我要去修改里面内容的话 我怎么去做一个修改 第三个呢 比如说某一篇公告 我想要删除的话 我也必须要有一个删除的 这样的功能出来 所以最重要的管理界面里面呢 我们需要做到就是 我需要 当我点选这个登录的 这个按钮的话 按下去之后 它可以跳出管理者 账号跟密码 那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 我想任何系统都会有需要 就是说管理者 只有管理者 他才可以去做 资料库的变动 那比如说这里的话呢 我就输入一个账号 它的账号是 Admin 预设的话是 ADMIN 那密码的话也是ADMIN OK 按一个登录系统之后的话 那密码 账号密码一定要正确 按登录 它才会进到 系统里面 当然如果说我今天假的 我先随便输入一个假的 你会发现登录的时候 它又会跳回来 它不要让你进到那个管理化 如果是正确的话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再输入一次 假如说我今天输入是正确的话 ADMIN OK登录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它看到的画面呢 就不会是刚刚一般的那个使用者进来的看到的画面 而是看到有没有 你会发现 这边有个新增 可以新增公告 可以修改公告 可以删除公告 有没有 OK 所以最重要的会有这三个功能 实际上我们任何的专案呢 其实最重要就是利用资料库里面的四大功能 第一个什么 查询 把资料查出来 列在底下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什么 新增 新增 这个是查询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是新增 第三个是什么呢 修改 第四个是删除 其实任何专案大概就是用到这四个功能 去那边变来变去的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进到 因为我是管理者 我可以新增一 那我们试一下好了 新增新闻 那假如说按下新增新闻的话 我希望能够怎么样呢 跳到一个页面 它能够自动帮我带出今天日期 带出今天日期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今天做一个test好了 比如说我打一个标题叫test 那编辑者的 编辑的人的话也是test ok 然后内容的话呢 也打一个test 表示这一篇是我用来测试用的 然后这个地方改成活动好了 ok 好按送出 那我希望怎么样呢 它可以帮我把这一笔记录 写入到资料库 所以好特别注意 这地方的话 你如何从网页写资料到资料库 其实以前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必须要撰写PHP程式跟SQL语法 其实还蛮麻烦的 可是如果你懂得Dreamweaver的功能 其实不用写任何程式 它就可以帮你自动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按送出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笔记录有没有 就被我加上去了 有没有 新增进来了 所以将来呢 一般的使用者进来的话 就会多一笔什么呢 新增的活动 所以利用这种方式 只要你有最新的消息 你就可以 因为你是使用 你是管理者 你可以发布一些讯息 比如说你们有什么系学会 或者学校有什么学生会 或者是学校的公告 其实都会利用这种方式来做 但是呢 除了新增之外 我还需要什么 编辑的功能 那编辑功能 就是按它之后的话 可以去改一下 比如说我改成Test 2 比如说我改了一些东西好了 那改完之后呢 你有没有办法按送出之后 它可以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里面的讯息 改过 修改的功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怎么利用 用Dreamweaver 不用写任何一行程式 可以达到 那最后的话 还有个什么 如果这一笔 这一笔是错误的 我需要删除 我也没有办法 增加一个删除功能 OK 把它删除掉 然后确定是要删除 是不是这一笔 是没错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那一笔记录就被删掉了 那这个地方 其实在Dreamweaver里面呢 不用写任何一行程式 就可以完成了 不过你们要知道一下 就是说 大概的流程 基本上 那等一下我们来教各位 就是说 如何从无到有 从无到有 这个地方的话 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个相关的架构 那首先的话 请各位先把那个 先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 请各位先下载 那个我们 我放在那个云端上面的 这一个 第一个请各位 先下载那个 我们 我放在云端上面有一个 范例档 就本章范例里面有个叫 news 好像news center 的一个 档案 那请各位先把 把这个部分先下载 范例里面的那个news center 画面再借给我一下 进到里面之后的话 我那个 PHP的那个 这个里面 本章范例嘛 那你们就把 里面有一个叫news center 我们的范例档就都在这里 那这个是书里面的范例啊 基本上他已经把 所有的美工 跟那个建档部分完成 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把程式的部分加上去 还有资料库也要加上去 所以第一个 先把它下载下来 那里面的话 以后呢 我们要完成的流程 第一个就是说 你们可以下载完之后 把它打开来看 那里面它实际上 就是一个 一个网站的啦 那这个地方 我把它解出来好了 解用 7DI 解压缩支持好了 解出来 那它会是一个 news center的一个资料夹 里面的东西都有了 那请各位直接干脆把它搬到 把它干脆剪下来好了 放在我们的 我是放低碟 我们的那个 那个server是放在低碟 那htducks这个 那请各位把它贴上去 那贴上去就完成第一阶段 就是把我们的网站 放在我们的server底下 第一个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已经有一个 网站的资料夹 网站资料夹先放进来 特别注意哦 放的位置 我想应该前面做很多练习 反正就是放在这个 htducks底下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 已经有完成的相关的 PHP的需要的档案 但是呢 它还程式还没做好 美工的部分已经做好了 然后呢 可是程式要怎么加 让它可以去控制资料库部分 那第一步呢 先放进来之后的话 第二步 各位可以再把 里面有一个档案 叫做newsseql 这个newsseql newsseql 这个newsseql 它里面就放在 放了所有的资料库的相关讯息 那等一下我会教各位怎么样 把资料库给建立起来 资料库建立之后的话呢 才有办法针对那个资料库做 查询新增修改删除 其实你只要把这四大功能记起来的话 我想资料库你大概已经掌握了90%以上 因为说真的 以前我们写专案的时候 大概用来用去 都不拖这四大功能 查询新增修改删除 OK来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请各位先把那个云端上面的这个范例档 叫做news center news center 就是新闻公告的一个 这个资料夹 解压缩之后呢 放在那个网站的资幅记下方 那就完成第一步 我们已经有一个网站的资料夹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要把资料库给建立起来 第三步就是再到dreamweaver里面去实作 把刚刚讲的这个四大功能 逐一的完成 那这个专题其实就完工了 基本上大概会有这几个步骤 不过我们这边的重点 比较不是讲那个美工 美工那个CSS那部分 可能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的重点是在PHP的程式 如何利用dreamweaver 帮我们产生这些PHP的程式 不过呢 基本上 几乎不太需要写任何的程式 大概会需要的 大概就几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那没有必要 基本上是不会碰到程式的 也就是说利用dreamweaver 它可以自动帮我们产生 我们需要 去控制资料库的相关程式吗 那这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加拿 谢谢大家